7月20号,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,大约有20名韩国人于周四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,其中还包括妇女。 周五早晨,塔利班发言人也正式绑架了18名韩国人,并表示这些韩国人的命运有待决定。 周五早晨,阿富汗喀布尔警方表示,塔利班劫持了一辆从坎大哈前往喀布尔的巴士,并绑架了车上多名韩国人。 事后,塔利班发言人阿莫迪通过电话证实,塔利班绑架了15名韩国籍男子以及3名妇女,并表示这些人目前安好,但他们的命运有待决定。 韩国外交部表示将近一切努力使被绑架的韩国人早日安全归来。 阿富汗警方表示,他们并不清楚这些韩国人到访访中部加兹尼省的资料。 据报道指出,这批年龄大约在20至30岁的韩国人是到阿富汗传福音的。 另外两名德国人也于本月18日在俄伯尔附近遭绑架。 塔利班发言人说,如果德国在阿富汗撤军和释放所有在阿富汗监狱的塔利班分子,他们便会释放这些德国人。 韩国目前并没有在阿富汗驻扎军队,但派出了多名工程师以及医生。 和阿富汗远过来。 发展了很多争论的权并遭绑架, 把阿富汗运到阿富汗远回来。 但是,阿富汗远过来。 和阿富汗远过来。